方文林一双女儿每翻天,不排斥进攻演艺圈。 方文林带助一对宝贝女儿出席首映。 图客家电视台提供,20101803.16。 客家电视文学电影《大西夏》,由李鼎指导,方文林,徐陶,唐川,苏炳献主演,于今,十六,日举行首映记者会。 现场方文林带助一对漂亮女儿于其忧,于其微一同支持,双叔似乎不习惯美光灯,显得相当害羞。 方文林笑说,其实他们在家没有这么害羞,但我很重视在外的礼貌,所以他们可能不太敢表达自己的想法。 也说不排斥女儿未来进入演艺圈发展。 四位主要演员中,方文林,徐陶,苏炳献都是第一次接触客宇。 其中方文林除了单纲戏粉吃重的阿霞一角,更在影片后半负责故事主树的客宇旁白,她笑说,本来我演完松一口气,但没想到导演叫我配OS。 透露唐川帮她称,她趁着拍戏空荡厅,才有今天的成果,方文林也认为自己的客宇讲得不错。 导演李鼎抱住方文林,图客家电视台提供,20101803.16。 徐陶被爆料在大旗下剧组拥有超高人气,演员群也对她照顾有加,苏炳献先是直率说住,徐陶就是傻子一个。 导演李鼎也笑说,真的很傻。 但李鼎表示,徐陶年仅21岁,即便在讲戏时,第一时间不能理解,但她仍用最大努力完成演出,让人感动。 在播映完大戏下后,李鼎更忍不住流下眼泪,认为看到演员学客宇一路以来的努力,感到欣慰。 谈及日前大陆寄出31项会台政策,许多人都担心这对台湾影视产业无疑雪上加霜,但她认为除了期待政府提出因应政策,影视工作者也应该互相大气,共同努力,才能创作出台湾独有的人文作品。 大旗下演员合照,图克家电视台提供20101803.16 大旗下演员合照,图克家电视台提供20108004.16